Georgia 想請教一下 如果小朋友有時大吵大鬧 或者好像很不講道理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可以令小朋友平靜呢 我自己覺得有三個重點 第一就是我們自己的情緒影響到小朋友 如果我們盡量平靜 讓人放鬆沉穩一點 其實不多不少可以穩定到的情緒 第二就是你在一個平靜的情緒裏面 盡量說話簡潔一點 慢一點 清晰一點 因為一個人情緒很亂很生氣的時候 他不可以聽到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特別是小朋友 如果我們越清晰越簡單就越好 第三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有時候小朋友還未懂得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 如果我們罵他有情緒的話 他可能會更加不去接受自己的情緒 反而是我們陪他 我們給他一個沒有其他人左右的空間 讓他喊 讓他罵 同時要有一個很肯定的階段 讓他告訴他 這個界線就是 你可以哭 甚至可以打枕頭 但你不可以傷害我或者自己 我自己也是 有時候就會陪著 譬如我小朋友發脾氣 找個地方陪著他 等他慢慢抒發了情緒 才可以跟他談到發生什麼事 那一刻你真的可以接觸到他的心 聽到他的故事 然後教他怎樣面對情緒